全油管最快新闻,据报道,中甲广州队目前主力球员的月薪仅1.5万元,替补球员约8000元,以前恒大队的球员赛后奖金高达100万元。 这种巨大的工资反差令人惊讶。 网友们对此纷纷发表评论,有人认为这是正常工资,也有人认为球员们值得获得更高的回报。 然而,对于很多年轻球员来说,这已经是一个不低的起点平台了。 这一消息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,也引发了对于中国足球俱乐部的薪资体系的讨论。 如今,广州队依然在备战中甲最后六轮联赛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